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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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去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一百四十一页 讲到五运相应的 一百五十四经 讲到这 我们这样等一下看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那么这个时候 世尊跟诸比丘说 那我们说 佛陀讲经 基本上 大概有几种情况 大概不超过四种情况 讲经 第一个就是 佛陀主动为比丘说 一般叫做 不问自说 那这里也是 就 以求没有问 佛陀 就直接讲 那这个大概都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都在 脱脱回来 吃完饭之后 或是 当晚 佛陀打坐起来之后 如果 阿弥陀佛看多了 大概就知道 大概都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 第一种 就是 脱脱回来 吃完饭之后 佛陀就讲经 那么 有时候 简单讲 有时候详细讲 那 傍晚 打坐回来 不时起 常常都有这样 那么 也会讲 不是每天讲 那 但是之所以讲 有几种情况 有几种情况会讲 就是 佛陀自己讲 觉得要跟比丘讲 自己讲 第二个就是 有人来问 那有人来问 又有几种 一个佛弟子问 一个 外道来问 居士来问 那甚至 像那个 天人 那来 也有 反正就是 有几种情形 就是 有人来问 或是佛陀 自己为比丘讲 因为经色只有比丘 如果来问的话 就不一定 天人 那么外道 跟佛弟子 都有 这是 在 经色 要不是早上 要不是就是 傍晚 下午 吃完饭后 或从禅定起 基本上是 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就是 另外一种就是 佛陀去应供的时候 那么 为 居士讲 然后或是 在应供的地方 为主比丘讲 你就去应供 带着去应供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在路上 那么 或是佛陀为了去度 那个众生 也不一定去应供 去那个居士的家 或是去那个地方 为那个比丘讲 像一开始都是这样 一开始比如说去 为吴比丘讲 去为三家设讲 佛陀 不是在经色 主动去到 那个善根成熟的人的 那个地方 那么 去为他讲 第二 第三种就是 在路上 在路上遇到 然后 有人请佛陀讲 那 佛陀 看情况 基本上为他讲的 那 基本上大概 佛陀讲经 就我们这样看起来 那 其他去天上 去哪里的 那个是另外讲 就是 大概就这几种情况 好 我们往底下看 那 所以这里讲 世尊跟比丘讲 有七处三 三种观一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很有名的 所谓的七处三观经 那这种七处三观 等下我们看 就知道 大概它就是 前面的 四地 苦极灭道 再加上未患理 基本上就是 苦极灭道未患理 那这个苦 基本上就是 与五蕴 如十之 六路处如十 这等下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七处三观 如果依经文来讲 这里叫做 七处三 三种观一 那这个是 像南传的也很强调 这一部经 所谓的七处三观经 那 三观是 从三个层次去观 那这三个层次 南传 北传 或是其他的经典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么像这里讲的是 运处界 就是运处路 那么它在哪里呢 我们先把这个 大概说一下 在 一百五十四经 我们看到最后面 一百四十二页 先讲 这个三观 三观是什么 在后面 最后面 一百七十二页 那么这个经文的最后面 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三行 那么观察 因界路 观察 因界路 这个叫三观 那七处三 它三观没有 只是讲 我们就是运处界 就是运处界 三观 就从运 五运 六处 六界 去做观察 那观察什么呢 就跟前面那一部经 也一样 前面那一部经 讲什么 即灭未患磊 就是 涉及 涉未 涉患 涉磊 就等下我们 就来讲 就是佛法里面 说到这个的 不太一样 基本上 即灭未患磊 如果简单讲 就是未患磊 我们说过 佛法 趋向解脱的方法 首先都是 对身心的观察 对我们身心的观察 以及对 整个生命现象的观察 它不外乎两个 身心现象的观察 跟生命现象的观察 那身心现象的观察 不离开 运处界 那身心跟生命的整合 其实就是缘起 那这里是在整合 在这部经 它在整合 所谓的运处界 我们稍微写一下 它所谓的七处三观 三观 那么七处 基本上 它是所谓的色 色籍 色灭 那这个色其实是五运 讲到色后面 就是受想形式 或是说色身香味触法 那这个是五运 那五运基本上 如实之的话 它基本上都是如实之 那么 这个如实之里面 它通常就是五运 无常 苦 然后之后是无我 这基本上是这样 无我如实之 那么通常是从这个苦 因为五运 五运是无常 无常 故苦 那透过 透过无常 苦 来管无我 那么基本上 这个是代表 所谓的苦 所以这里其实是四运 然后色己 色五运 无常 无常 不苦 这个如实之 那因为苦 因为无常苦 等一下后面会说 我们先大概 先了解一下 这部经文 因为它经文很长 那我们先了解 这部经文大概说什么 那因为这个苦 会有过患 它所谓的患 色患如实 就是因为它无常 它变异的时候 你就会苦 其实是这样 那所以你要知道 它的过患 色患 这前面有讲过 然后你要能够远离 未患离 它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它这里就在讲 己 灭 那七十字苦 其实就是四弟 然后道 然后未患离 那这里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前面的所谓的未患离 那未患离 那么在阿安经里面 有类似的说法 就是 厌离于灭禁 厌离于灭禁 它也是 就是修行的一个所谓的刺激 那这个极灭未患离 有时候讲 有时候讲 极灭未患离 有时候讲 极未患离 就是色 色 色极 色未 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来看 就会知道 它基本上 这个想的比较详细 色 色极 色灭 色灭道迹 未患离 那这个就是七处 那么 这个是五运 那 患成 患成六处 那么 从五运 那么 改成六处 或是六界 那么 这个就是三观 叫做七处三观 先从五运的色 然后受 想行事 然后再从六处 眼耳 鼻舌 生硬 色身 香味 促法 然后再从六界 地神 火风 空刺 然后一一做 疾苦 疾灭 到未患离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种而起来才是苦 这个色也是一样 无常 都因为无常故苦 那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把佛法 做一个整合的一个说法 那么 这个有可能是佛陀说的 也有可能是 佛地址把佛说的 整合成一部经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 把佛所说的整合成一部经 那 这里还有其他的 就是说 在做七处三观 这个 南传的是 是从 这个三观 他有改变 南传的 把五运 那么 那么 所谓的 并触戒 他基本上是 触戒跟什么 触戒跟 缘起 触戒跟缘起 南传的是把缘起放进去 那我们如果看 杂瀚两百经 佛陀 你叫我们再来看 杂瀚两百经里面 这个 佛陀 告诉 罗霍罗的修法 他是 五运 六处 跟缘起 运处缘起 他是五运 如果佛陀告诉 佛陀告诉 罗霍罗 你有没有对五运 六处 缘起 熟悉 那么你有没有 对别人讲 他也是一个整合的 就是你对于 所谓的 这个是 佛 佛告诉罗霍罗 要往哪一个方向 因为他一直 没有办法得解脱 佛陀就告诉他 你有熟悉 五运的观法 那么有熟悉 六处的观法 有熟悉 缘起的观法 那你有为别人讲 就是他不断反复 修许多修学 修许多修许 那么 这个是 佛为罗霍罗 那么讲到 就是所谓的 佛陀讲 五运六处 运处见 基本上它就是这样 我们讲杂汉经 杂汉经就是 两大部分而已 一大部分 就是 第一个主要的部分 就是讲 运处 缘起 无我 五运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那缘起四地 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 那么 戒也放在 缘起里面 五运 六处 运相应 处相应 还有杂相应 就这三个 这三个是主要的 那杂相应 就缘起相应 六路 这个是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部派 中央缘起部的分类 是这样分的 就是它表示 它的重点在这里 五运 六路 就处相应 十二处 那么跟 这个 缘起相应 六戒 四地 都放在 杂相 这是杂相应 就放在一起 但是核心 是缘起相应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道平相应 这是修道的方法 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真理是什么 无我 无我可以从 哪几个角度 那么基本上 这样看来 就从四个地方 五运无我 六路无我 六戒无我 或是八戒 六戒无我 然后是缘起无我 这四个 那我们说 这个七处三观的话 那南传就是从 处戒延起 那这里就是 运处戒 那佛 这个在杂涵两百斤 在地几页 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顺带看一下 这一百七十四页 一百七十四页 一百七十四页 我跟罗霍罗讲 所以我们后面 才会讲到 这个在促相应里面 好 一百七十四页 促相应 第五十七斤 那么大家也可以参考 因为罗霍罗的解脱 会不会成熟 就可以解脱的智慧 还没有成熟 那要怎么成熟呢 观运处见 那这里就是观五运 你去跟人家讲五运 然后讲六路 六路处 然后就是思维之后 再为别人讲 然后怎么样呢 再讲运起 弥陀那是运起 那我们再放回来就看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先跟大家稍微说 这一部经 它基本上是整合了 就是所谓的运处见运起 那当然这里是指运处见 那罗霍罗是讲运处运起 那么南传的是处见运起 那这里是运处见 那基本上其实都不离开这四个 运处运起 如果一扎汉经的 它就是前面四篇而运 前面四篇是主要的 运相运 处相运 杂相运 杂应送 运处送 那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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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送 六路处送 杂应送 另外一个道品送 那前面三个是讲 无我 什么是无我 怎么去观无我 那如果你 那要用什么方法去观无我 那具备什么条件 你可以观无我 那不够你就要去修那个 够当然就不用 够就直接观 那你为什么观不起来 就表示你那个道品不具足 道品不具足 你那个解脱善根就不成熟 就像罗霍罗这样 那罗霍罗只是那个会不成熟而已 所以他只要观这个运处 运处运起就可以了 那我们没有的话 就还要戒不成熟 信戒 就是道品嘛 要信 然后戒定会 这主要的 那对佛法的深刻的相信 那么你在这个持戒 在控制烦恼这边 你有力量 在调伏烦恼这一边 定 在调伏烦恼这边 你有力量 心有力量 心没有力就是烦恼来的 你控制不住 你调伏不了 那明显的是你心没有定 没有那个增上力 你只有烦恼有增上力 烦恼来的你控制不住 那你的心有力量 控制你的烦恼心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 你的心有力量 让你出产 它对五欲 它根本不起烦恼 对五欲 禅定的热 超过五欲的热 它对五欲的热 有调伏的作用 那你不够 你就要去补足 那会 文会 师会 修会 你不够 你要补足 其实讲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把整个佛法 贯通来看 那么你比较会知道 那这部经 到底在教我们什么 那跟我们所学的 过去所学的 那么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一样 那我们在生活里面 要怎么用 就是我们平常 打坐的时候 不打坐的时候 思维的时候 不思维的时候 那我们是怎么用的 那么这些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学这个 才有意义 我们不是来学知识 不是来学说 我们懂过 我们上过课 不是这样 而是实际上 可对我们的生命的提升 有作用 对我们生活的品质 那么有作用 就是说 我们在那场生活中 比较不会起烦恼 一起烦恼 知道要从哪里下手 要从哪里关照 那平常 平常 没有境界的时候 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关 有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关 那要从哪一个地方关 那关得起来 关不起来 那表示 关不起来 表示你心没力量 那你就必须要从道品诵里面 那么去理解 从文师修里面 去深入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如果你可以有力量了 那表示你从文师修上来 你现在就是修要到正的地步 从修入正的地步 那你已经拒绝这些解脱三根 那如果不够 那当然你还要再努力 那你不要一直关 关也关不起来 你就是要从界定会 这样 慢慢慢慢 所以后面有道品诵 那你看那个 吴比丘 吴比丘 佛陀就为他说是地法而已 没有几天就正阿罗汉 参加社 也一样 那个上根成手的 佛陀也没有为他讲多久 哲立佛物件人也都没有多久 甚至那个须拔陀罗 他只要几分钟而已 如怒涅槃之前才讲的 因为他解脱三根成手 所以他就不用再剧组那些 你的材料都弄好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你如果没有 你就这样关 你什么都没有 只有东风 那没有 你就只有风来 你也没有用 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佛陀时代的佛地 只没有能读我们这么多经的 我们现在所读的经 所听的经 超过阿难 我跟你讲 真的 阿难都没有 阿难有读过大支度论吗 没有嘛 有读过一切师地论吗 没有嘛 那这么多经都没有 这个是整合来的 那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读 甚至是阿难那个时候没有的 后来又出现的 也有啊 我们也读啊 所以我们所读的经 我们多文都超过阿难了 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就是你要了解 你所具备的不足啊 不如阿难 那么 所以你看我们 我们这么努力学那么多 像我在佛学 读的那些基本上 阿难都没有读过的 大支度论 余协师地论 大彼佛杀论 阿难实在哪有这种东西 没有嘛 很多经也没有啊 正慢经 什么这些 很多道圣经其实 那个时候也没有 那也没有什么大波罗经 也没有这种东西 也没有金刚经这种的 但是那个思想是有的 那个观念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经 那么我们读这些经做什么 你要知道 经就是道路 就是道理 就是道德 那么你修这个法 那么要怎么修 方法在哪里 赤地在哪里 那它的整个宗旨跟内容是什么 那修了有什么样的改变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的心有什么作用 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改变 这个叫做功德嘛 那所以你这个你要知道 那你看那些佛地子 很容易就理解了 那是因为它具备 那你不具备你就要 基本上就是要从戒开始 那你要学习怎么控制烦恼 这个是很重要的 控制到心有力量 心有力量还不行 还要让心稳定 它稳定 对境界不会过度的反应 跟错误的反应 那么稳定 稳定之后还要清楚 清晰明确 清楚明白 就正见正知 你从影强能够如实之 这前面都有如实之 如实之如实见 那么基本上就是你的心 具有那种定跟会的力量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主要是在讲 所谓的七处三关键 那有时候讲 极灭未患者 像前一经 前一经就讲 极灭未患者 那或是讲 极灭未患者 前一经好像没有讲灭 我看看 有时候讲极未患者 有时候讲极灭未患者 那有时候讲 极灭到未患者 那我们往下看 就是稍微知道一下 这部经到底要讲什么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 他说 有七处上三种关于 静于此法得漏尽 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 好 他是说 你如果能够这样修 从这三个地方 当然你如果解脱三根成熟 你观五蕴就可以解脱 观五蕴无产无我 就可以解脱 像最前面的 他只讲 他只讲你观五蕴 无产无我而已 那么有几种观法 基本上就是 比较对质性的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那么比较普遍性的观法 就是分析这个五蕴的身心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息远近 那个别性的观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 也是五蕴无我的 就观什么 观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羊怨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那你如果 更利根一点 直接观五蕴 五蕴 五蕴 苦 空 五蕴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他不外乎 不外乎 其实身心的作用 身心的分析 那身心里面 心是主导 心为一切法而主导 所以佛法后来 到论师的时代 到论师的时代 都把它以心为主 都以这个心为主 比较少讲这个色 都以心为主 那么受想形式 也整合成一个心 它有两个 因为就是说 副派的话 把受想形式这个心 分析得很细 受有什么受想 有什么想 那心所有几个 分到一百多个 两百多个有啊 就分到很细 那么有一个就是 太细了 太杂了 色反为减 就更减 受想形式都太复杂了 因为你看看 受想形式 受过去现在 未来内外好走 出细眼镜 想过去现在 未来内外好走 出细眼镜 那还有行 那还有六受生 六想生 六行生 六师生 那更多了 那加进去就更多了 那五运都这样了 演了彼此的生意 演 演过去现在未来内外 好走出细眼镜 呃 就这样 那又不是更多 那么 有些 因为有些人 要这样细 他才会专注 他才会清楚 那么有些人 这样太细了 他反而 他反而会怎么样 会舍本足摸 就变成专注在那些 那么 他没有办法回归 他都在讲无我 比如说像 来法明明论 他分析这个 也是分析这个心 心所 怨恋 嫉妒 讲到最后 他其实是在跟你讲无我 他不是在说 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有这个 最后 认可作用 那么你就变成 把心专注在 这个法 的自信上 那么 就会 就会 不知道 他其实在跟你讲无我 比如说 三十二种身份 他目的 他目的有两种 一个就是 让你不要执着 这个是不尽的 他只是组合的而已 那你就专注在 这个 毛 皮 绑 那么 你就专注在 这些东西上了 那你已经忘记 他即使是告诉你 我们是由这些组合的 他不是有一个 真实的东西 那你忘记 就是 你 你从这些里面 那么 你忘记 他的核心 是在讲无我 那这样就会 偏 偏离主题 就是没有办法 到达他 所要到达的目的 就是他叫你 法官无我 所以后来 就是把这些 一般来讲 佛法有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 有减制凡 本来很简单的 分析分析都很细 第二个 有凡制减 那么浓缩 浓缩到越来越简单 但太简单 简单跟复杂 这是看个人 性行人 法性人也不太一样 那么性行人 是越简单越好 那或是说 你解脱善根成熟 就简单就好 提纲气要就好 有一些法性人 他习惯 他要讲清楚 说明白 或是说 他还不一定是这样 那是说 有一些善根 有一些善根不成熟的 他没有懂那么多的 你就要讲清楚 那么有一些 懂很多的 已经了解 深刻了解了 你就不用讲那么多 像我们现在 不用跟你讲 五蕴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还要一一跟你讲 五蕴是什么吗 不用 因为都缩手了 但如果刚来的 他就要跟他讲 五蕴 名词都不知道 那色是什么 色是什么 应该跟我们 一般的名词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就是差别 那么多蚴的圣地质 常常讲多蚴的圣地质 那么你还要看 然后如果他多蚴到什么程度 那蚴之后有没有诗 诗之后有没有修 然后之后才能证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佛法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有反字简 然后有简字反 那到论诗的时代 基本上就是有简字反 然后到大圣 初起大圣的时候 你会看到 大部分会采取有反字简的 就收射 所以五蕴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眼镜 到了金刚经 就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关这个心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就这样很简单 然后这个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了两眼 色如巴 这叫行如幻幻 他就直接 就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路电 六如关 三星关六如关 就这样 那宝基金也是这样 你看他就简化 不用色 不用色受想形式 就心 心也不用受想形式 他就是 心不在过去 不用色 色受 心就是受想形式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眼镜 想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戏眼镜 一一关 就觉得 比较 比较 比较详细 但比较复杂 那详细也会色心 详细也会色心 但是 色心色一色 他如果没有 没有回到 没有回到 那个提纲器要那个主题 他就变成 折本足摸 就会这样 就会尊注在 那个 过去现在未来 或是内外豪丑出戏眼镜 细细分别 就是像小巷子一走走走到进去 不知道道路在哪里 就会这样 真的 你又习惯会这样 所以你要再大回来 你看那个 到初级大圣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有凡之简 因为布派太凡 中国国家也是这样 到南北朝的时代 那个研究到非常细 到了唐朝 禅宗的时候 基本上 不要那么反 不要那么反手 他说你这个叫做 入海算杀 入海算杀 没有用 他目的是要 他目的是要过这个海 那你入海算杀干什么 那么所以 基本上 但是对 这个不能讲 对跟错 就是说 对某些人 他要这样 那么对某些人 他不用对 那你要看看 你是哪一类人 那你如果不够详细 你就要弄详细 你已经知道了 不用一直深入 那么详细 那一些 那所以你看到 宝基金 古宝基金 那么他就开始 就以心为主 都是以心为主 到了大圣 初期大圣 都是以心为主 一切为心造 心为一切法阻挡 就直接关心了 就没有在 你很少看到大圣经典里面 讲那个受想形式 没有 你一看哪一本 大圣经典在讲受想形式 很少了 就直接讲心了 那心过去 现在未来 三十 那么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三处 那基本上还要讲三性 心有三性 他性质 但恶无尽 但是他因为烦恼 是常常现前的 所以他直接讲 那烦恼就三个主要的 贪嗔痴 非贪 非嗔 非痴 就讲这样 他就有反字简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 大概了解到这一些 那我们现在来学这个 那我们学的很多 我们阿汉经也学 论诗也学 大圣经典也学 就学的很多 那么 但是你要善加分别 就是说 并不是你把所有的经典 都学了你就会 有时候你会乱 你学越多越乱 有时候会这样 因为你弄不清楚 比如说 你都不清楚那个 那个纲要 或那个核心 在哪里 那你学越多 有可能会乱 就是说 你那个方向感 还不很明确 你相知都落几处 你就不晓得东西南北了 真的 那到底 那现在我是从哪里来 然后从哪里出去 你都不晓得 但是你非常的清楚 你的定位非常的清楚 你心中有一个 非常好的定位 就是好像北斗星一样 那么你到哪里 你都不会乱掉 那你就是要了解这个 就是基本上 像文家讲七处三观 今天也是这样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整合的东西 不怕整合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佛说的 不过这个讲得这么多 这么细 好 比较像是整合的 好 我们再看 那么他这里讲 那么他这里讲 禁于此法得漏尽 得无漏心解脱会解脱 就是得心解脱会解脱 那么 这个之前都是常常这样讲 说 于色不知不明 不离遇贪 则不能断苦 不能得解脱 基本上都是这样 好 那么所以 那么你 没有 如果你这样观 你七处三 三种观 七处三观 你就能够得解脱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么你对这个法 很熟悉 很深入 禁于此法得漏尽 得无漏 心解脱会解脱 那么宪法自知 身作证 具足处 这个都是解脱之后 那么他的一些功德 我身已尽 解脱 正阿罗汉才这样 我身已尽 三国二国的都还没有 说还不能叫解脱 还有学 到无学 那么我身已尽 这最后一生了 最后一生了 幻生已立 已经清净了 幻生已是清净了 他已经把烦恼断建了 把烦恼断建 那么所作一作 那么其实就是 无学了 不用再学了 应该修的都修完了 应该学的都学好了 那么自知不受后有 不会再轮回了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都是在讲 解脱的功德 阿罗汉的 阿罗汉的殊胜 好 宁和比丘七处三 好 现在就开始一一讲 那么从 那七个次第 这个七处三是 从七个地方 从七个地方 你善巧的观察 善加分别 善巧 善巧观察 好 那么第一个 如实之 色 己 色灭 色灭道基 那我们说过 这个色 色己 色灭 色灭道基 后面是色谓 色患 色灵 好 都是如实之 后面说一讲 也是这样 好 那这个 极灭道 极灭道 那么色 色其实就是苦 我们说过 色受五蕴 五蕴无常 无常 故苦 那么基本上 这个其实是在讲苦 那其实这个就是四弟 苦 苦 基本上就是在讲身心 应该我们这么讲 他虽然讲色 但是他最重要是要讲苦 因为我们是这样 就是五蕴 那么这个色 色不是色 是五蕴中的色 所以后面受想形式 所以他其实是指五蕴 指五蕴 那五蕴 五蕴是一种身心状态 那一般我们讲 五蕴是三种 世间里面的五蕴世间 这五蕴世间 那一般我们说 世间是苦 当然世间也有其他说法 但是主要是这三个 比如说有些讲 颜耳鼻者胜利 色真相慰处是世间 那也有 五蕴六蕴 那不是 对 不是在讲错 有情世间 有情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那基本上 是指 有情世间是指人 那人的身心 人的身心 人的组合是身心的组合 那么有情有三界六道 有情有三界六道 那三界六道中的人 才有五蕴 地狱也没有五蕴 五蕴天也没有五蕴 那包括这个社界 它基本上都有 有鼻根 有蛇根 但是已经没有 鼻式跟蛇式 也不一定有 那么有情 有情是三界六道 那三界六道中的人 三界六道中的人 那么五蕴 是三界六道中的人 的身心现象 它在告诉你这一些 那么国土 国土也是 国土是三界六道的一报 那人的一报 就是这个娑婆世界 堪忍世界 它主的是这个堪忍世界 娑婆世界 堪忍世界 那么就是 这个基本上在讲什么 叫你认清现况 现实是什么 我们是人 我们身在这个五卓二世 我们有所谓的五蕴身心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 总而而起来 只有一个这个苦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在五常里面 这个世间都在五常里面 这个三世间 它就是五常的世间 所以佛法里面常常在讲 因为五常变异 受想情是五常变异法 那么未患你 等下就会讲到这个 后面就会讲到这个 那么所以 它基本上就是苦 它基本上就是苦 那么 所以你看 缘起里面 无名 一直到 生 老 病 生死 生死之间有什么 有老 有病 这个是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五常 因为生之后就会老 就会病 它就会变化 变异嘛 后面也会讲 我们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它的五常 因为它会变异 它会变化 它就像五常 那五常故苦 它就会苦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是生理上 身心本身就会这样 还有一个是境界上的 就是这个国土之间 包括这个 人 如果讲广 讲广了 基本上就是 自身之外的 自身之外的一切境界 自身之外的一切境界 身心 我们有身心世界 身心所处的一切境界 比如说 这个讲堂 这个国土 这个台湾 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乃至于你们 都是我身心之外的境界 所以有 有自他的缘起 有心境的缘起 心悟的缘起 有身心的缘起 那么 自他的缘起 自己 因为别人 或因为这个境界 这个都是在国土世间里面 一宝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周围有什么样的人 都跟我们的业缘有关系 那么都会影响你的身心 这个是在 这个是影响我们人 那么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也是跟你的依报有关系 他都会影响你的五印身心 就是我们是人 所以这个是指人讲的 那么其他类的友情 一只蚊子 一只苍蝇 一只蟑螂 一只老鼠 那么都会影响你的 你的身心反应 然后天气冷 天气热 有没有 所以我教我们要怎么样 生冷乏冷 有没有 生冷 跟罚冷 就我们要生冷 对于自身之外的 友情 以及自身之外的 这个环境 我们要怎么样 要堪冷 因为我们住在堪冷世界 我可不是 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所以他告诉你 你 他像他这里 只要是老跟病 那么有生理上的 还有什么样 还有人情上的 就是生活上的 我们如果来讲 就是生活上 生活上你会遇到 这个愿正会 爱别离求不得 就有愿正会 这个是生活上的 就是你 你生活在这个世间 你会遇到 在环境跟 其他的人之间 就是在这个 友情国土 世间里面 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愿正会 爱别离求不得 愿正会 爱别离 比较像是 比较多是人的 其他人的 或是 蟑螂太多 苍蝇太多 那么当然 这个也可以归到环境 也可以归到 友情这一类 通常这个会归到 环境这一类 国土世间这一类 那么求不得 求不得比较是 这个环境这一类的 比如说 我没有钱 我的生活完全不好 我想要车 没有 我想要 什么东西 没有 来得像这样的 求不得 我想要儿子 求男不得男 求女不得女 求财不得财 求瘦不得瘦 这种就有很多 求不得 那么这里基本上 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 就是他生活上的 生活上的 生活上的不足 生活上的不足 那么就是 没有办法 对我们 那么有好的影响 通常是不好的影响 那么这些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苦 那么都是因为五蕴赤胜 不断变化 赤胜 像火在烧 第一个 五蕴像火在烧 第二个 烦恼像火在烧 不断变化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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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先了解 急跟面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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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从生命里面 你从生命里面 清晰明确 清楚明白 知道他是无常的 所以你不会随他变化 知道他是缘起的 所以你也不会因他而受苦 所以基本上就是 二十一有说的 这个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心肠住坚固 地观法生命 如知己之灭 地观法生命 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一个简要的概说 我们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的苦 生跟死之间 有老有病 有生理上的苦 有生活上的苦 这个是生理上的苦 都是因为无常 都是因为无常 因为无常 他才会老跟病 因为无常 才有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 所以 这个是生理上的苦 这个是生活上的苦 那这个是整个生命中的苦 生到死 生必归于死 那么 这个是生命中的苦 那么 六道轮回 转来转去 那么一定会 一定是这样的 那没有停止过 叫做长夜 轮回 那因为一直在苦里面 所以叫做 也没有办法处理 叫做不知苦之本祭 因为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哪里去断苦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苦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就讲两件事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讲这两件事 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前面就是要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受苦 我们将来也会受苦 那么所以 第一个是苦地 那就是这里讲的 社吉 社吉 社 社 你看起来他在讲社 其实他在讲苦 那么 所以 七处三观 社吉 社面 我们现在在受苦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怎样可以不受苦 你要管未患人 就回到前面 管未患人 那么 这里在讲叫道 那么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不受苦 就这样 我们现在在受苦 五蕴嘛 五蕴事件 这座讲经事啊 那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个 那么身心 一定是医疑 身心我们是人 那么其他的人 这个世间 那么他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么苦是因为无常 他有两个 从无常 就是从他的便利讲 是因为无常 从他的根本音讲 是因为无名 就是说 从友情的身心根本音来讲 是因为无名 所以才苦 所以阿兰卿有讲 东阿涵 他讲 那么 一切众生之所以会苦 是因为无名 那讲多了 就变无名跟贪爱 那再多一点 就是贪身痴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无名所以苦 那从现象讲 因为无常所以苦 其实是这样 那你把这些道理 要好 就是说 你要把我们所学过的东西 要做汇通 你知道吗 那你才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就像你开路一样 原来这条路是通那条路 原来这条路是通那条路 你脑中有一个地 有一个架构图 你马上知道 当讲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跟这个有关 当讲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跟这个有关 这样你的那个 这样你那个智慧 就越来越清楚 你对于无运就越来越清晰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 佛陀为什么要跟罗霍罗说 你要好好把无运的道理想清楚 那无运有很多种说法 对不对 你要把所有有关无运 如果你不清楚 你只要 你要知道路 我都不用跟你讲 你说你要去台中 那台中哪里 你知道路 那你不知道那一店哪里 你就说在什么路旁边 你就知道 你就去了 简单 对不对 我也不用讲太清楚 如果你是外地来的 我告诉你 就在什么路上 这三门旁边 你哪里知道 你一定不知道的嘛 对不对 我要跟你讲清楚 你要开多久 然后经过几个红绿灯 地几个红绿灯走转 看到什么在右转进去 不要讲得很清楚 那问题是 你下课这么快吗 下课啊 好 那下课下课